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火车站附近的商旅通常飘特别多 不管在哪个县市都有耳闻一点 这些说法是在我遇到这件事之后才知道的 某天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 朋友说到外地玩 尽量不要住在火车站附近的商旅 因为那些商旅大多老旧且有些年代 所以你们也注意到了 那些商旅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今天要来说的这则故事 发生在台中的某间火车站前商旅 以下我将会以第一人称来转述 当时我们一群朋友总共四个人来到台中玩 本来计划是一天来回 但当天玩的太晚了 搭车回家也来不及 于是决定找个邻近的旅店住一玩 那天我们晚上在一间饭店吃饭 就边用Google寻找离这里最近的商旅 我们看了商旅环境价位以及空房 但由于是临时找 且当时又是假日 只要能有空房就不想太挑了 找了间对我们来说都算 还可以接受且条件不会太差的旅店 这间旅店距离火车站很近 外观看起来也不算太差 但也是老旧前有年代的 应该是有稍作过翻修 进到旅店的房间之后 我先说一下房间大概的格局 这是间四人房的房间 一进门小走廊的墙壁挂了四幅 古代人的画像 地板是用大红色的地毯铺盖着 整间房间充满着暗红色系的老木头风格位 床的左右两边各是一张单人床 无论是梁柱天花板及台灯 都有传统特色 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种风格的归类 反正不是现在新型旅店 刻意打造成复古风格的旅店 有点像早期上海年代的那种味道 里面有一台旧型的小电视 讯号不是很好 频道也不是很多 三孔插座少 又离床有点远 只能在睡前远远的插着手机充电 厕所间一进去面对的是一面镜子 旁边有一个小浴缸可以拉帘子洗澡 我们大概11到12点左右才住到旅店 由于当时时间都已经很晚了 加上我们四个都是女生 洗澡之间最快的都要花40分钟 洗澡最久的可能要花上一个小时之久 所以我们决定猜拳分批进去洗澡 这样先洗完澡的人可以早点睡觉 而我抽到的是第三顺位 但我洗完澡都已经凌晨两三点了 滑了一下手机没多久就犯困 没等第四顺位洗澡的朋友出来 我就已经睡着了 但是在外面住宿 我是不敢关全灯睡觉的 所以我在自己的床边有开了一个小灯 熟睡之后 不知道大约几点 我被一阵哼歌声给吵醒 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像是 有人在房间里哼歌一样 因为房间内几乎安静无声 所以那一点哼歌声是非常清楚 响亮的在我耳边环绕 哼的是古老曲调的风格 举例来说 如果你们有听过大陆女歌手 懂真唱的一首歌叫做《相思影》 没有伴奏纯清唱的话 我听到的大概就是那样的曲调 我觉得我朋友应该不会在大半夜 哼这种曲调的歌 因此我睁开眼睛 想看那个哼歌声从何而来 但我睁开眼睛后 我眼前净呈现一片漆黑 我旁边的小灯被关掉了 不知道是被第四个洗澡的朋友 顺手关掉还是整理 我打开旁边的小灯 看见我左边床位的朋友睡得哼熟 我于是想往对面的床位看去 想看对面那两个朋友 是不是也正在睡觉 结果不看还好 我一眼望过去看的同时 我看到一个清晰的黑色人影 站在我朋友的床边 第一瞬间还没反应过来 我正想更清楚的看 清那是什么东西的同时 那个人影一晃而过的 往右边去了 右边过去就是门口 但我也没傻的想要去追那个人影 心里打了一个寒颤 我大概觉得那个人影 就是水位的那个东西 我于是又默默的平躺回床上 把小灯开着睡觉 虽然躺下去还带着恐慌的心情 没立马睡着 后来还是有睡着 到了隔天早上起来 我们睡到大约接近10到11点左右 也是接近退房时间 这时昨天晚上最后一个洗澡的朋友 在厕所间洗漱的时候问我们 有人早上又洗一次澡吗 我们都摇摇头的说没有 他说昨天他洗完澡的时候 已经把水都放干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浴缸里的水是满的 当时我们都还在房间里 所以不敢说太多 但我们彼此互看的眼神 透露出一丝的不安 而一直到我们正式退完房 离开这间旅店 我才说出昨天我听到的哼歌声 没想到另外两个朋友也同时听到了 只有一个朋友说他啥也没有听到 听到的其中一个朋友 他没有睁开眼睛看 因为他感觉那个曲调 不像是我们之中的人会哼的 所以蒙着眼睛继续装睡 还好声音一阵子后就消失了 邪恶的朋友说 他先是听到哼歌声 接着梦到有个男人 站在他的床边 还跟他说了一些话 重点是 他在梦中居然还跟那个男的侃侃而谈 他问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那男的竟说他以前住在这里 而我昨天看到的那个 站在我朋友床边的黑色人影 说不定就是那个男的呢 但哼谷调歌的却是个女生 所以这间旅店到底有多少歌啊 看起来是男女都有 实在是太可怕了 前面提到一进房间的小走廊 墙壁挂了四幅古代人的画像 而那四个古代人手上各提着一个乐器 是不是可以响应我们所听到的鼓调歌曲呢 而且我们四个人之中 还有三个都同时感应到了这间房间的不对劲 只有一个朋友可能八字比较重 他是完全什么感应都没有接受到 反正我以后去台中绝对不会再去住那间旅店了 那今天故事就说到这里咯 如果喜欢我的故事 可以在右下角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Circle inde 可爱 是